我想要爱 留给吉米 吉米一天天在长大 一个春天的早晨 吉米望着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看见不远处 山羊妈妈正在温柔地舔着她的小宝宝 对于吉米来说 真是奇妙的一幕 她突然觉得心里空空的 仿佛破了一个大洞 她抬起头 对着蓝蓝的天空大叫 啊,我也好想 好想有个人来爱我 吉米戴上了帽子 满怀着对爱的渴望 出发了 因为她要去寻找爱 吉米还不习惯出远门 走了一个小时 她有点累了 就在一块岩石后面坐了下来 突然有一只老土拨鼠 气喘吁吁地从她身边跑过 一只老鹰紧紧地追赶着她 这只老鹰想要吃土拨鼠 吉米冲到老鹰面前 张开大嘴 怒吼一声 老鹰害怕极了 收起她的爪子 灰溜溜地飞走了 老土拨鼠感激地看着吉米说 你真好 你救了我 谢谢你救了我 为了感谢吉米 她精心准备了一顿美味的饭菜 第二天 第三天 接下来的日子里 老土拨鼠每天都会为吉米做好吃的饭菜 吉米好开心 她和老土拨鼠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她叫她小奶奶 她觉得没有比这个更适合的称呼了 天热的时候 小奶奶就用宽大的树叶 为吉米扇风 轻轻地从头到脚反反复复 当吉米累了的时候 小奶奶就为她洗脚 晚上睡觉前 她还会给吉米讲许多好听的故事听 有一天 她们躺在阳光下休息 小奶奶睡着了 再也没有醒过来 吉米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她 小奶奶 小奶奶 摇晃着她的身体 可她仍然像一块石头一样 一动也不动 吉米把它抱到一棵大树下面 用叶子轻轻地盖住了小奶奶的身体 吉米伤心极了 她从早到晚守护在小奶奶身边 一天又一天 什么东西也吃不下 她太难过了 有一天晚上 吉米感到身边暖融融的 她睁开一只眼睛 看到一只小兔子 正依偎在她身边取暖 到了早上 小兔子就不见了 第二天夜里 小兔子又来了 可是到了早上 她又流走了 从此 吉米每天晚上都在期待小兔子的到来 她好喜欢那种温柔暖和的感觉 终于有一天 小兔子流下来了 她没有走 吉米叫她小可爱 因为她想不出比这更适合的名字了 吉米为小可爱准备了好吃的东西吃 好喝的东西喝 为了不让尖尖的石头刮破小可爱细嫩的小脚 吉米总是把小可爱扛在自己的肩膀上走路 吉米努力回忆土拔鼠奶奶给她讲过的故事 然后再把这些故事讲给小可爱听 小可爱享受着吉米对她的疼爱 渐渐的长大了 长胖了 皮毛也变光亮了 明亮的大眼睛总是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小可爱爱吉米 吉米也爱她 可是有一天小可爱遇到了一位漂亮的兔妈妈 她跟着兔妈妈走了 吉米到处去找小可爱 一天又一天从日出到日落 一直走到了草原边 吉米多么希望能够再见到她的小可爱呀 可是小可爱再也没有回来了 冬天到了 大雪纷飞 吉米回到了山洞里 把自己缩成一个圆球 藏在角落里 她要开始漫长的冬眠了 春天到了 吉米醒了过来 她好想念小奶奶和小可爱 她又一次感觉到自己的心里 好像破了一个大大的洞 她戴上了帽子 又一次出发了 她要去寻找爱 吉米朝着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山谷走去 突然她听到一种可怕的隆隆的声音 她吃惊地转过身 看到一个巨大的雪团 正飞快地向她滚过来 雪团夹带着连根拔起的大树 冲毁了路上的一切东西 动物们好奇地跑出来观看 哇 太可怕了 整座山上的雪 好像都在往下滚动 救命啊 吉米明白 这时候只有她的山洞是最安全的 吉米一边跑 一边大声地向动物们吼叫 动物们想要看到熊 都害怕极了 她们用尽全力奔跑着 想要躲开这可怕的庞然大物 她们发现了吉米的山洞 都干净躲了进去 这时那些巨大的雪团 从她们身边呼啸而过 小动物们明白了 是吉米故意用吼叫声救了大家 它们激动地拥抱她 亲吻她 小动物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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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